中国军人训练出来的非洲解放军 正部敬礼超标准 真是一名惊人 阅兵是许多国家庆典的重要方式之一 展现出各国军人的风采 而中国的阅兵士早已受到各国的关注 有些国家还会邀请中国军人进行训练 比如非洲的一些国家 他们的士兵在中国军人的指导和培训下 在军事训练上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进步 阅兵士上的高标准正部和敬礼 充分展现了这支部队的纪律性和训练水平 因此有许多网友表示 他们就是非洲版的解放军 那么其他学习中国军事文化的国家 又是怎么阅兵的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个是卡卡尔 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个是朝鲜 第四个是卡卡尔 第五个是中国 高清党旗 国旗 军旗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仗方队 刻步走来 第四个是卡卡尔 第五个是卡卡尔 快乐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不得翻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第五个是卡卡尔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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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